課程是講到內在生命 而主要是取自這本書輕鬆得性的 這本書的教導 是可以幫助大家更加 能夠提升自己的靈命 以及提升別人的靈命 提升我們的侍奉 是我多年的侍奉的經驗 積聚回來 亦都真的很實際 很多人都應用到 這本書裡面有三個大部分 如果大家揭去目錄 你便會看到 第一頁之後便是目錄 大約有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是甚麼呢? 第一是活在神的愛中 有神的供應和有神的計劃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是處理生命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做 例如被人影響、罪、負面思想、負面情緒、潛意識 婚姻問題、人際關係、事奉問題 為甚麼要處理這些呢? 因為就算跟神關係很好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生命一樣是很多破口的 當然得力一定是從神得力的 如何享受神 輕鬆得性的重點是如何享受神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很多人會覺得難 我稍後會講一下為甚麼不難 第三個部分就是發揮生命 就是結出聖靈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 即是任何的基督徒 只要他願意生命給耶穌使用 他將生命獻上給耶穌 跟神建立關係 又處理生命 又生命發揮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可以提升 是不難的 即是在教會可以興起很多人侍奉 這就是這本書和教導的目的 是可以興起很多人侍奉 而很多人都在裡面堅持 在裡面有些位置堅持 好 那就是 首先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 為甚麼會有這本書的教導 就是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1998年 在阿根廷尼的安卡羅 報道家 他為我按手祈禱 我經歷了很大的能力 好像電流進來 還有很大的愛充滿 非常之感動 我哭了很久 很釋放很安慰 哇 神可以這麼真來到我身上 那我心就很感激神 很歡喜神 就說 我以前真的沒有知道 原來神和我們的關係 可以這麼密切 那我就刻意地去建立 和神的關係 這是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然後我就說 如果這個報道家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我也想像他這樣侍奉 那我就用很多時間祈禱 那我就發現很快 其實幾天之後 有教會 有要求我為他 按手祈禱 趕邪靈 因為他在聚會那裡很害怕 他不敢 那我就發覺 神已經開始使用我 那我也說 大家都可以的 好了 當我經歷聖靈 後來又經歷喜樂 那我就刻意保持 因為我覺得很大的禮物 我就在聚會不斷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學到 如何用心靈愛慕神 當我用這個心靈愛慕神 我就即時那些喜樂就停留 那我就在聚會中不斷 一邊想著耶穌 一邊的喜樂 永留 就算直到現在也是的 我一想著耶穌 一喜樂就永留 那我回到家裡的途中 在巴士上 我都一直感謝神 多謝神 但是我就不開聲笑 就是怎樣笑呢 即是沒有聲音這樣笑 然後就 將來又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那我就發覺 以後一想起耶穌 無論什麼時候 都即時可以經歷到聖靈的喜樂 那也都在我去宣教 去短宣 就發覺很多人經歷聖靈 就真的對我好大幫助的侍奉 那我在經歷之後 我就跟一個人分享在電話裡 那跟他分享的時候 他是很不接受的 他就發脾氣 即是說 為何你又會跟隨這些靈恩的路 那當他發完脾氣 我修善之後 我祈禱發覺那些喜樂來不了 我便發覺有些東西卡住 聖靈便提醒我 你要處理 那我想到怎樣處理 我又不是做錯 不過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搖說我 但是他一樣發脾氣 然後我修善之後 我心裡這樣想 聖靈給我的意念 就是說 我已經處理了 他不肯接受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我就放手 一放手 祈禱又回到喜樂 聖靈便提醒我 你以後有親人影響你 你不需要背著他的淡子 你盡量處理 盡量去對他好 但如果他不肯接受 或者他有他的問題的時候 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我就開始刻意地處理 很多方面 所以這本書的中間部分 都是講到怎樣處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意念就是什麼 有些問題不是我們的 譬如有人 說你發脾氣 針對 無告 這些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有些問題是我們的 我們自我形象不好 或者我們受影響太敏感 不懂得關心人 這些我們需要處理 即是人的問題 我們可以引導他 但第一不是引導 可能先接納他 讓他覺得被接納 然後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需要處理 我處理了之後 我就不用繼續介意了 不用繼續被他影響了 這個是對我很大的釋放 因為其實之前 在我侍奉 我曾經有不同的人批評 背後說閒話 很大的壓力 但是那時候開始 我就說不要緊 有些什麼人 就算他是無告也好 我處理了 我儘量處理 處理了之後 他都不肯改變的時候 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用介意了 我就刻意建立和神關係 神喜悅 神自然會祝福 我都分享一些我的經歷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驕傲 這完全不是說驕傲 我想說你們一樣可以 重點是甚麼 哪一個人全心愛神 聽完神的話 完全被神使用 神是會喜悅 還有會祝福 會認可你的事奉 這個任何人都有的 這些分享我完全不是誇耀 而是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其實我不配 因為我曾經犯過很多罪 就算我相信耶穌之後 也犯過很多罪 我當了牧師之後 也犯過很多罪 在我心裏 我都覺得內疚 但是當我經歷正年之後 我很刻意地處理生命 每一件事 任何一個意念 不好的 我盡快處理 我不是說我完美 但是我盡快處理 我亦尋求神的心意 當我真的這樣毀身的時候 神就為我開路 一直祝福不同的人 在網上 因為我有很多影片 你找葉牧師 在YouTube你會找到的 還有很多人找我 我都很樂意義務去幫助他們 神就一直使用我 祝福不同的人 很多人得著幫助 你都可以的 我想說你都可以的 而我想說到神的認可 我講一些例子 其中我去南非 大家上網找南非葉牧師 你會看到一個影片 有一個姊妹 我去到南非的時候 祂跟我說 祂說 你來那一天 我們晚上 我發夢見到你 發夢見到我 為何會發夢見到我呢 其實這是神的安排 神就怎樣 祂發夢被人追 祂就很害怕 祂就走 一路走 是很害怕的 又去到這間屋 看到有些中國人在裡面 祈禱 在南非很少中國人 但他那個夢見到中國人 接著他進去 他就見到我 他說 我未見過你 不過那時我真的見到你 和你現在一樣 然後你就跟我說 我和你祈禱好嗎 他說 好 當我一和他按手 他立即充滿喜樂和愛 他就一路笑到醒 然後他見到我之後 我亦都為他祈禱 他亦都經歷喜樂 在影片裡 你都看到他如何充滿喜樂 和他分享的 這些都是神的認可 即是會將一些訊息傳給一些人 去鼓勵我 亦都鼓勵任何人 重點是鼓勵任何人 你聽神的話 神會為你開路 會為你祝福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說 我都想給神用 大家想不想 我都想給神用 我都想給神用 我都想給神認可 我能夠做的事是一路被提升的 好了 下一個 如何長期被四年充滿 這些範疇 有些是附加上去的 有些是本書有的 寫了頁數 這裏就是沒有頁數 在書裡沒有直接寫到的 如何被四年充滿呢 就是 第一就是對付罪 憎恨罪 離開罪 不只是悔鬼 就是憎恨 憎恨罪 第二就是 很愛聖經 和形容聖經 深信聖經 是最好的 因為是神的天書 講完我們怎樣跟從神 第三就是 相信神很愛我們 很想充滿我們 不是我們夠好 是神很想祝福我們 第四就是用長的時間 愛慕神 享受神 就更加容易被四年充滿 第五就是渴慕 很想很想 很想跟神的密切關係 四年充滿就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第六就是處理生命 如果一個人長期憂鬱 是沒有可能被四年充滿的 第七就是按手祈禱和祈禱的 聖年充滿的聚會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那個幫助只是當時那幾天而已 過後一定要自己保持 這就是能力的來源 被神的靈所充滿 其中一點很重要的是 第三月 其實你不一定要揭去那裏 不過你可以揭去那裏 即是我在說這裏 這裏講到討神喜悅不難 但很多人說很難 為何難呢? 我很多罪、很多軟弱 我做不好 我怎樣可以有能力 為何你說不難呢? 神這麼高 我去到這麼低 我怎樣可以得呢? 如果我們要完美 是很難的 真的完美是沒有可能的 每個人都去不到 但是聖經的重點就是 不是去到完美 神才喜歡 不是說我不用追求完美 我們應該追求 但是追求的路上 如果當是一百級 我們可能有些人走幾級 有些人走十級、二十級 但是仍然是一段時間未到的 那在這個路程中 是否要到達到那裏 神才喜歡呢? 聖經說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當一個人悔改 天上為他歡喜 所以你一悔改 神就喜歡 然後你真心討告 你償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償在你裏面 你就多結果子了 你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你 所以祂一定回應 然後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就為你預備最好的 你愛神 神就喜歡了 然後你侍奉 給一杯涼水 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賞賜 為什麼耶穌用一杯涼水呢? 因為所有人都能做到 如果耶穌說 你救了一個人 你就不能不得賞賜 有些人說 我都未合格 當然有些人說合格 已經帶你一個人信耶穌了 但是帶你一個人信耶穌 都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但是耶穌就給了一個最容易的 就是一杯涼水 你真心去做 這些所有你真心去做 神都會歡喜 神的特色是這樣的 不是你要完美 神才會歡喜 你每一步向著神 神就歡喜 但是不代表我們停在那裡 因為知道 我們越親近神 越遵從神 神越歡喜 而任何罪和懶惰 不發揮生命 都是會破壞的 有破壞性的 耶穌跟醫好三十八年病患的人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說 犯罪是可以遭遇得更加厲害 所以 如果你明白真理 我就說 我越聽神話 神就越歡喜 就算未曾去到高層次 神都歡喜 那麼 任何的破口 我都盡量堵住 一做不到我就求神幫我 這樣神就歡喜 有些人說 難 因為我覺得還有罪 有罪便應罪 有些人說 我有情緒 你有情緒 耶穌說 我有很多情緒 你幫我吧 我依靠你 我讚美神又開心 有些進步 我就感謝神 我也都歡喜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步步提升 我希望大家得到這一點 為何這一點很重要呢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因為很多人經常說 我未達標 我不夠好 所以不開心 所以有很多煩惱 煩惱有甚麼後果呢 就會灰心 就會沒有力 沒有動力 不想做 不想侍奉 但如果你說 我今天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今天悔改 神就歡喜了 我未做得到救好 求神赦免 神就歡喜了 我去幫一個人 神就歡喜了 我關心他 神就歡喜了 我傳呼音 就算那個人不聽 我總之有傳 神都歡喜 因為我榮耀神 神就歡喜了 這樣想的時候 是不是會容易很多 以及開心很多 我想說說 我們的功課 那份東西可以給我的 為何我在這一陣子 會講到這個功課 即是那個圖片 有一個膠的圖片 給我 謝謝 其中一個功課 就是你上課聽到的東西 你覺得好 你明白到 你可以即場 有十分鐘的分享 就會有學分 有分數 那個分數 計法是怎樣 我沒有印出來 曾牧師 你有沒有 你馬上給我 請給我 有些分數是出席 有些分數是 你即場 你聽了我說的 你消化了 或者即日 或者下個星期 你分享 如果 我的標章是怎樣 你能夠說得出那個意思 以及從你心底處說出來 即不要只有講字 從心底處說出來 講出那個東西 就有這個分數 這個就是 應該是二十分 即你可以拿到 百分之二十分 好 有出席的分數 然後即場的演講 是二十分 就是八至十分鐘的 即我講到這裏 譬如有些人說 我很想講這件事 為甚麼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不只是教你 一些知識 是想你發揮生命 想你懂得幫人 你幫人 第一件事 能夠說出來 我們怎樣可以 有神的喜樂 輕輕鬆鬆 我做甚麼神都會歡喜 好了 能夠將內容 八至十分鐘 你不用說完 全部說完 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部分 你摘取了 可以說出來 八至十分鐘 你講到 我就根據你的表現來給分 好了 有些人預先 預備的堂上演講 這個是整個學期 最後那天 或者是最後那天 去做的 就是三十分之 這就是十五至二十分鐘 將內容說出來 為甚麼我會這麼強調說呢 因為你說是要 有你的生命的流露 我是想你能夠有那種熱誠 很想影響人 在神裡面這麼輕鬆 因為我剛才說的 神裡面可以很輕鬆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 是合神心意 只要向著祂的方向去 走這條路 神一定會歡喜 好了 然後有作業四十分 我要遲些再解釋 即是要寫一些處理生命 應用這個內容出來 那個詳細 我們待會才可以傳給大家 好 為甚麼我會提到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 剛才提到這一點 就是普神喜悅是不難的 譬如有人說 我想提到這一點 你可以提到這一點 好 繼續 其中一點 為甚麼我們可以跟神有相愛的關係 因為神在永恆已經戀愛我們 有些人說 怎會這樣 經文說 從前隱藏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已經預定我們得榮耀 神已經一早預定我們得榮耀 並且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基督已經為我們死 這些都是神的愛 而祂在永恆裡面 已經愛我們 想救我們 那時候 我們會否愛祂 是不懂的 所以是單戀 所以神在永恆已經單戀我們 我們未得救 神已經單戀我們 神已經愛我們 如果大家想回你未結婚的時候 中間有些可能都未結婚 你想回你未結婚的時候 譬如假設你有一個人 有一個基督徒 儀聖 你的心就是覺得這個人的質素很好 而你聽到一個朋友跟你說 其實他又很喜歡你 我想說如果戀愛 就要尋求神的心意 不過我只是說 你的心是喜歡 原來對方又是喜歡你的 你又發覺每次見到他 他都很喜歡跟你聊天 你又喜歡跟他聊天 當你知道有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想說 我講這個比喻 不是叫大家 誰是我喜歡的 他又喜歡不喜歡我 我不想帶這件事 我只是想說出一個可能的事實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應該安靜地尋求神的心意 是不是神的心意 好了 這個情況 假設你又真的覺得這個人很好 那個人又覺得你很好 你一跟他聊天 他又很歡喜跟你聊天 這樣的時候 你想跟他聊天 你會不會覺得有困難呢 你會不會覺得 他或者不會跟我聊呢 那我講一講一些心理 那些男生假設 那些男生想約一個女生的時候 是很怕打電話的 糟了 我打的時候 他拒絕又怎樣呢 即是他會很害怕 但如果他已經知道對方很喜歡他 他是不會害怕的 那我想說這個是比喻 神都一樣的 神是很喜歡我們 他永恆已經愛我們 他永恆已經想我們得救 他已經想祝福我們 所以當我們一回應他 神是歡喜得不得了 所以一個罪人悔覺在天上為他歡喜 而這個歡喜在哪裡發出 在神發出 跟著那些天使和聖徒 跟著神一起歡喜 神是一個這麼好的神 他永遠都喜歡我們 所以這一點 是會令到我們更加有信心 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一個罪人悔覺在天上都為他歡喜 全部人為他歡喜 這不是單是初信的時候 就算我們成長的時候 我們有軟弱 當我們真心悔覺 神都很歡喜 和聖經說 你親近神 神都會親近你 即是祂一定回應 其實上是祂吸引我們先的 祂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我們找祂,祂一定會找我們 而給一杯涼水 聖經說清楚給誰的 因為這裡說什麼呢 你可以一起讀的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吸你們一杯水喝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祂不能不得上次 這裡說到原來 這個給一杯涼水是屬基督的人 給一個基督徒 因為祂是基督徒 而你做在祂身上 或者祂未是基督徒 不過你做在祂身上 想帶祂去信耶穌 想榮耀神 都是神所喜悅的 當你因為祂是基督徒 而將一杯水給祂 都不能不得上次 神就告訴我 神就告訴我 不難的 你肚子餓喜悅 是不難的 我是很歡喜 你有這個心 想肚子餓喜悅 而在馬太25章40節 我們就看這些紅色字 你既做在我者 在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即是一個最微小的人 神都歡喜 所以當我們更加有策略 因為基督徒的侍奉 是需要有策略 有策略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很多基督徒侍奉 是做東、做西 沒有一種方向 當你有方向的時候 神就會更大使用你 不過當然這需要學習 第一步是如何 先提升自己的靈命 然後學習去提升別人的靈命 不單止全福音 是提升別人的靈命 這是第一步策略 然後你提升到人的靈命 你就開始能夠祝福更多人 你做在一個弟兄身上 提升他的靈命 你就是神所喜悅 而沒有做在他身上的 就是進入永營 但是做在耶穌身上的 就是進入永生 我們不是靠好行為得救 信耶穌得救 不過信耶穌一定會做在弟兄身上 會去祝福人 這些經文都告訴我 是不難的 這裏是講到輕生得性的大綱 那我就不講了 這裏就不講了 好了 我們現在看第一點了 不講話 我會想說 有很多人 在屁股 是有很多人 我會想問你 我會想問你 你怎麼會這樣 我會想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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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